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小桥灵笼开花很漂亮的一种花 它就是天烂 它适合白方的这个室内的这个插机场 是树方的 都是一种不套的圈子 并且净化空气很好 更要来一样真的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这个天烂它这个样子是想烂花 但是它不是这个烂花的一种 对这个阳光的这个需求量也并不大 一般的这个散射光都能生长亮好 但是这个烟热的夏天 你必须得给它折引 你假设要放到这个实力阳台上 是对这个整个植物的这个生长特别不利 它很容易把这个叶片晒焦的现象 天烂是比较稀奇的 但是你不能是过于的弄费 一般这个生长季节 你可以用这个带离家复合费 在开花期间你多用点这个离家费 离家费突进它的这个华里的开放 你给这个天烂交费 你必须得见干见死 因为它这个根吧 它稀释怕老 你过于黑烙了以后 很容易导致烂根的现象 天烂在18度左右的这个环境里 它省畅良好 冬季的温度 对低不能低于湿度 你低于湿度的话 很容易导致受冻黑的现象 土壤 土壤 你必须得用这个 熟松土壤的这个土壤 很半截的土壤 很容易导致这个烂根的现象 结合缓盆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 把这个小植柱给它奋回来 它很容易成化 好了 关于天烂的原则方法 我给大家解说在下